姜濤的數據排名時跡 今天是2023年4月27日 開心到不得了 剛剛才錄完今天 姜濤的自家品牌發佈會 哇 全場空洞 這樣根據這個發佈會的消息 一連串很開心的消息 然後就會不斷發信 因為基本上這個品牌一成立之後 它會定期出去的產品 給大家的姜濤可以去買 還有童裝 可能中性一點的服裝 我想男女都可以穿的 這樣有些當然可能變成男性 因為始終品牌的老闆是誰 姜老闆 哇 今天真的很開心 你在場見到真的不得了 這些開心的喜悅 完全可以反映到它在一個成績表上 其實根據很多的市場模式來說 如果一個明星 一個人是出了一個品牌 是屬於他自己的 他自己出一個品牌的話 他相對的 他在這個行業 就會變成一個龍頭 做了一個龍頭 加上他的成績 就會突然會爆升 正正就是我今天說的這個報告 他自從在今天 發佈了這個自家品牌的服裝系列 不單是服裝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飾物 其實不單是今天是發佈會 其實之前已經開始有幾樣東西發佈出來 相對所有的成績 所有的點擊都上升得很厲害 今天這個中期報告 就說姜濤和其他人合作 其他人合作正正就是反映 今次的自家品牌合作的媒體 基本上就是古巨基 古巨基有間公司 他開了之後 他就有很多品牌的合作 都是跟他有關 所以今次正正就反映到 想當日去跟古巨基的合唱一首歌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慢慢看看這個report 所以這個世界 真的騰騰呆呱呱騰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況出現 都令到大家為之著弱 所以說回一點點 如果一個明星 我們從一個分析角度 有一個明星 如果他出到一個品牌 是屬於他自己的話 他的所有的作品 包括如果他唱歌的 唱歌會很受歡迎 他的電影 他的電視劇等等都很受歡迎 那就不得了了 姜濤現在飯飯都有他份 所以他出了自家品牌 在這個自家品牌裡面 深入去每一個作品 譬如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不知道今次我又會不會猜中 如果他現在這個發佈 接著他將會幾天後 商傳 全民市場上 他幾天後會發佈他第十一首新歌 第十一首胎 Dummy 你猜在這首MV裡面 會不會有機會出現到 他這個自家品牌的 所有的衣飾呢 真的不奇怪 今次高登仔有納子傳召 究竟今次又會不會猜中 我不敢100%說猜中 但我覺得近來 因為我們看到姜濤的數據 往往那些數據 都是比較準些 給其他頻道 但不要緊 我們依然繼續用一個 謙卑和努力的狀態 去看姜濤每一個報告 好了 今次這個報告 就講了十一首在YouTube上面 姜濤和別人合唱的歌 究竟成績是怎樣的呢 自從她說要出這個自家品牌以來 到她今天 她終於上了這個發佈會了 所有的傳媒朋友 今天鋪天台地 全部都是講姜濤 每一個媒體 無論是傳統媒體 網絡媒體 Facebook YouTube 全部鋪天台地 都是講姜濤 今天你去過時代 就知道我還熱鬧和高興 我出這段片的時候 還有兩個小時 假設我這段片 準時八點鐘出 你還有大約兩個小時 可以立刻衝去時代廣場 所以 如果你聽過這段片 還沒去時代廣場 現在還有機會 立刻去時代廣場看 值得有看 她今天發佈了很多不同的衣飾 我也拍了很多相片 遲些會在我的YouTube上 慢慢跟大家講 你親眼看到 是另外一回事 跟你在網上 別人經過第三媒體跟你說 另外一回事 是非常棒的 今次這個自家品牌發佈會 完全是很開心 好了 這個自家發佈會 出了之後 相對整個姜濤的點擊品牌 也都隨之之上升 這個隨之而上升 就令到整個姜濤的成績表 非常兩例 我們怎樣看這個成績表 今次就是和別人合唱的歌 第一個上升得最厲害的 就是痴漢之歌 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上升了1% 第二首最強勁的 就是外匯價 0.65% 這個可以反映到什麼呢 就是姜濤和古巨基 在這個合作品牌之間的合作契機 和某一個影響力 大家都知道 想當日姜濤 有一點神秘感 去日本 去日本去做些什麼呢 一直都是很秘密 高登仔都猜過幾個這樣的原因 但是都猜不到 原來他真的去和自家品牌做 直到怎樣猜中呢 就是當他釋放了一張照片 就是和古巨基太太 一起在日本的街頭拍照 那個是古巨基太太 那大家就想 古巨基這個太太一起拍照 之前古巨基有一間公司 是專門做這些 這樣的衣飾 設計公司 今次和古巨基的太太一起拍照 那就是做一個自家品牌的事情 或者一些設計上的事情 那接著後來就陸陸續續了 然後之後的日子 姜濤都說 我的確是做一個自家品牌 嗯 在這一刻 大家都非常之著弱 大家都希望快些看到這個自家品牌 但是 都還未知道 到前幾天了 今天27號 到前幾天了 終於姜濤說 27日立刻突然間成立一個官方的社交媒體 立刻說27日我就上這個品牌了等等 大家立刻為之最弱 接著還要有一個明確的時間地點 27日中午12點 就在這個時代廣場那裏 告訴大家這個品牌是什麼 以及親自解說 你之前看到的6點段片已經說到 我已經將當日所發佈的消息跟大家說了一次 大家真的非常之好 非常之開心 好了 大家就知道這個品牌應該的古具機是有份 背後協助法力去發工去幫忙一起做的 當然這個理念一定是姜濤的 不用說了 9900 9900 以一個減數的方法去表達姜濤的意思 這個真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潛力 另外一件事就是當我們知道原來跟古具機在一起 這些就是網絡效應了 當我們看到這個數據 外匯家的上升突然升得很厲害 之前都是徘徊在第4至5位 今天就連續在這幾天不斷上升 上升了第二位 現在外匯家的總點擊量是多少呢 跟古具機合作 總點擊量是達到2278,000多 上升了0.65% 如果比起古具機自己唱的歌 它就大約只有12萬多 基本上沒有什麼勝負 但是古具機和姜濤唱這首外匯家合唱 就上升得很厲害了 當然這個是一個品牌效應 大家總之跟姜濤連繫到的東西 都會上升的 還有一個側面的報告 我都沒有跟大家說了 側面的報告就說 就算連帶其他的品牌的衣飾 就算不是姜濤的品牌 都有很多人開始留懶和留意了 因為它帶起了一個時裝 我告訴你 大家知道姜濤今次進入這個時裝界 一定會翻天覆地 做了一個很大的巨浪 影響到時裝界的品味、品牌 甚至潮流時裝的頂端就是姜濤 是不是? 不單止歌影時藝 今次還要歌影時藝 妝、時裝都是姜濤 一心一力去發展的一個頂端 很厲害 所以 接下來我們就看愛惠家 如果撇開這個自家品牌的發佈會的影響 其實愛惠家上升得這麼厲害 其實不出奇 為什麼呢? 這次的報告就和別人合唱了 其實風雨不改都上升得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之前姜濤是金像獎的題目候選 她剛剛有了第二個風雨不改的主題曲 而這首曲 亦都是作為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的候選名單 當然大家在這個金像獎開始之前 都滿心期待 如果我們有份投票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得到獎 但是當然 在份額上 我們作為姜濤是無權投票 是她自己委員會投票 以及相關的業界人士 但是都不要緊 我們看回今屆的金像獎 她得不到獎 都未必是一件壞事 分分鐘可能在這段時間 再次一次沉澱 為她未來的演藝事業 包括電影、電視 或者一些影像行業 鋪定一個比較穩雜的路 我們看回今屆的事件 所謂蔡翁失馬 煙之飛福 我們不知道她得了獎 或者是不得獎 究竟她的影響怎麼樣 但是起碼 原來就算不得獎 都沒有減她的影響力 就算那些Haters 那時候奮勇地出來 打算說 抵死了 拿不到獎 都沒有人理 完全力影響 我可以跟你說 姜濤 就算拿不到金像獎 這個最佳原創 還是風雨不改 是零影響 應該不要說零影響 其實相對 很多人追回這套 阿媽又佐第二個看 就是很多人看一個 叫做好奇的心態 就說 得不到獎 難道真的唱得不好 那我要先去聽聽 那大家就開 阿媽又佐第二個這套片來看 當然現在開這套片 很方便 自從Disney Plus 獨家買了這個版權 在今年的新年年初七 開始播以來 大家都可以天天看 打開電視 或者打開手機的APP 就是Disney Plus的APP 就可以看一下 馬上佐第二個 大家對於這套戲 是非常之開心 甚至 到現在都未播完 在戲院 就算我有獨家 我也要提一下 4月30日 今個星期日 姜濤日 姜濤日 不要說姜濤旦 我經常跟你講 在旦字來說 是講了一些已故 死了的人 先用什麼什麼旦 譬如佛旦 黃大先旦 聖誕節 聖誕節 聖誕節是講耶穌 那些死了的名人 就用旦 姜濤 sorry 姜濤未死 麻煩大眾傳媒 就用姜濤日 這樣就會好些 是不是 那 那 如果是講這個 講過哪 如果講 剛剛有了 對了 剛剛有了第二個 是不是 現在都還未落話 跟你講 因為在姜濤日 4月30日 那時候做什麼 英王電影 在銅鑼灣 真的 真的 所有東西 都配合得 天衣無縫 看銅鑼灣 4月30日 有姜濤的 媽媽 有了第二個 special 特別長 11點鐘 大家 就可以去買票 去看 當然 當然 那天 是非常之多的活動 我不知道大家 參與了 多深入 多多 大家有沒有時間去看 我都相信 某些姜濤因為不同的原因 是有時候未必參加到這麼多 但是一家大小看這場戲 也都可以 因為這次看這場戲 有一個特別的 明信片 送給你的 那個明信片 就印了 那時候 當姜濤 固住 失落了金像獎之後 彭秀慧導演 就釋放了一張 未曾公開的劇照 就是鼓勵姜濤 要繼續努力 不要因為小小 這些 這些 而灰心 當然姜濤 是不會灰心 他還越戰越勇 那 送這張特別的明信給 而且在我的戲票 就會有姜濤的 生日日 這個Special的字眼 所以如果 當日4月30日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 可能因為某些情況 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當日 參加這麼多的 那不如看一場戲 開心一下 看完戲之後 又可以去姜濤灣 在銅鑼灣那裡 去參與一下 一些盛事 那所以 阿媽有了第二個 真的到今天 都未下話 我告訴你 都是一個香港的奇蹟 是不是 這部戲 那樣 所以 大家對於這個 阿媽有了第二個 這部戲太喜愛 因為她的特殊的身份 特殊的時代背景 是不是 在一個疫症期間 都能夠創出這個階跡 在香港我那段時間出的戲 我那幾部戲 都可以列入世界紀錄 告訴你 姜濤以4200多萬的票房 落到一個階跡 而這個階跡 也是姜濤第一次拍戲 第一次做男主角 是不是 第一次唱電影主題曲 等等 這些這樣的東西 已經造就了阿媽有了第二個 是一個傳奇的電影 是不是 所以她的歌 風雨不改 她的歌 是不是 愛回家 等等 都是成為大家追捧熱點的 唱歌對象 唱的對象 的歌 所以 沒得說 這些一定是 一定是姜濤的實力 是不是 真是太開心了 所以今天也是環繞 就算這些成績表 都是在說這些 這些影響 但是我們都要繼續說一下 所有的成績 第一位 就是痴漢之歌 成績 就升幅得最厲害 就升了1.02% 現在有22萬4千幾個點擊率 上了榜17520 痴漢之歌 她就跟幾個MIRROR成員 和張紀聰 或者一些合作唱的歌 都是一個合唱 到今天 她的上升率都高 是不是 除了受惠於各個地區 重播這套劇的影響 你因為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宣傳效果 當你重播那套劇 就一定是受歡迎的 那套劇 而那套劇受歡迎 也是相對的 主題曲和副曲 都會多人聽的 這個痴漢之歌 作為這個季前賽的副曲 一定是非常之多人聽的 所以連帶她的點擊率都上升 不過大家都要記住一件事 上當日 姜濤 這套新的擔當男主角的一套 首部電視劇 她都能夠成為 在這個疫症期間 都很多人去看 不過老實說 她上的時間 都不是一個最適合的時間 因為她上的時間 剛剛正值什麼發生 考慮大家記憶力 她剛剛上的時候 正值MIRROR這個紅館演唱 會墮瓶意外事件 那時候一律MIRROR所有成員 零宣傳 零出席活動 全部都歸於平靜 連姜濤都一樣 在這個時候 姜濤都還沒有出來 去宣傳她一套新的電視劇 當然 剛剛有了第二個 亦都是 想當日 如果你們有記憶的話 想當日 彭秀慧 只有她一個出來借票 對不對 姜濤是出不來的 因為出到來 就會被記者朋友追問 墮瓶事件的感覺 對不對 就是要避開這些這樣的記者 避開這些這麼敏感的話題 所以就要靜 要靜了一段時間 令到姜濤那個 或者MIRROR 整個團體 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那樣 停了一停 停了一段時間 不過不要緊 對其他MIRROR的成員影響 我不知道 但是 對於姜濤的影響 我告訴你 基本上是很少很少 可能有一些計劃 有一些活動是延遲了 但是對於她的支持 對於姜濤的數目 是有增無減 對於她的鼓勵 對於她的所有作品的支持 都是沒有停過 所以這個是一個傳奇 對不對 沒得說 所以就算我們回想當日 做這個 貴前菜的時候 是吧 姜濤面對這些種種 不是很有利的因素 但是大家都很支持 想當日高登仔 由第一集開始追到大結局 集集每晚都跟大家去分析 大家可以玩回我的影片 雖然可能現在 因為我們這些影片 基本上你要抄才看得到 去我的頻道 找回當日 每一集之後 我出的分析報告 每一個 每一集我都有做的 我想 應該只有我一個YouTuber 這麼熱愛去做這件事 雖然辛苦 但是 因為回到一段期間 大家 在一段期間 大家都潑爛水 但是高登仔 依然站在這裏 告訴大家 姜濤一定是怎樣的 我一段時間 高登仔 開始默默去支持姜濤 就算當日 哇 那些YouTuber 直接說到MIRROR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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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自己是有多麼清高 是吧 即是如果別人做這條頻道 是吧 當姜濤面對一些困難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 不行 或者是會因此而聚落的 MIRROR 是吧 人家這條頻道不講他 或者踩他 可能都不出奇 是吧 就算支持MIRROR這條頻道 或者姜濤這條頻道 那時候都沒有人講他 但是 你炒回我的影片 傳指納照 你看回所有的頻道 是不是只有高登仔這條頻道 在當時面對最困難的時間 都依然出片去支持姜濤 任何困難的時間 高登仔都站在這裏 風雨不改 支持姜濤 這就是我的原則 我的理念 是吧 所以 對於今天 痴汗治國都依然有得 這麼多人的信息 我非常之安慰 是吧 到了今天 姜濤的所有的事業 穩定在這裏 是不是 這樣 高登仔 都覺得 嗯 我起碼都在這個 姜濤最困難的時候 盡了一些力 去支持他 是不是 我們不是那些叫做 可以共富貴 是不是 我們又可以共患難的 就不像其他人 去富貴 就說一下他 是不是 他一混難 就收了聲 這樣就不行的 這樣做人 這樣做人是很沒義氣 我高登仔一定會力撐姜濤的 然後就看回第三位 最高點擊率是誰呢 最高點擊率呢 就是 斷點 斷點 之前也有說過 斷點去到張繼聰 不是 張繼聰 我經常都掛著張繼聰 那個歸前創的角色 是張敬軒 憲公 香港藝人協會的副主席 OK 主席是古天樂 不用說 那麼 他在這個斷點 和憲公 在那個什麼情況 就是憲公演唱會 請到姜濤上來做嘉賓 一起唱這個斷點 當然 最觸目的情況就是 他拿了一個蜜當勞餐 上去餵啊 牽公吃 是不是 作為蜜當勞的代言人 蜜當勞叔叔 慈善之家的慈善大師 是不是 他 宣傳蜜當勞 是 理所當然的 但是 大家都猜不到 他連人家演唱會 都拿自己的 自家宣傳的 的廣告商 上去餵啊 牽公 啊 牽公又很大方 但是 又沒有說介意的 就是 說真的 你在我演唱會 拿蜜當勞上來 就是 宣傳 不過不要緊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互相支持 大家都希望成功 所以牽公也很大方 照吃 是不是 姜桃威 照吃 所以這個畫面 也是其中一個經典 去到今時今日 都有很多人 不會忘懷這些畫面 但是老實說一句 早前 我就跟一個 剛剛成為一個姜糖的人 就是DM 聊天 原來他並不知道 斷點這件事 就是這個故事 因為他又剛剛 聽我的頻道 又剛剛做姜糖 剛剛聽我的頻道 我又說這個故事給他聽 哇 他都覺得 很棒 這樣 因為一個演唱會 他請到姜糖 姜糖 又作為蜜當勞的代言人 又請 軒公 去吃蜜當勞 這件事 簡直是一個賣點 所以 作為姜糖 或者斷點這首歌 都這麼多人聽 斷點這首歌 雖然上榜 339天 但是 他的點擊率已經達到247萬 平均每一天 就有7000多人聽 當然 軒公他自己 我也有比較 軒公他自己讀唱那首 原本的 斷點的歌 現在已經達到730多萬 當然 增幅一定是 姜糖 和 軒公唱的 短點版 這樣 其實 我們現在講 講了三首歌 其實 去到4月27日 這個點擊率 其實 total上升了0.34% 都很厲害的 平均每一天 達到35000多人聽 這樣 其實 如果講這11首的 點擊率 其實達到1877萬 厲害 很厲害 其實 除了這些 上升點擊率之後 我想講 其實還有幾首歌 總點擊率 都非常厲害 其中一首 就是 特務肥姜 特務肥姜 如果是講 現在的總點擊率 是大約453萬2千多 上到606天 特務肥姜 近來 有一點回軟的出生 因為他上升了0.22% 那就是 在講 升幅率 就是尾二 那為什麼我要講他呢 因為他之前的升幅率 實在太高 即是 他每一天 都很多人聽 特務肥姜 當然 近來 就是 肥仔 他那部劇 正在播放 在ViuTV 那 相對 反而 沒有那麼多人 去追捧 Errh唱這個 反而 他的劇 就多人追捧 但是 如果看回 每一天 多點擊率 都是 愛回家 和 古具機 唱的那首 每日有9,375人聽 其次 有一個 都是高於每日的點擊率的 就是這個 鄧布肥姜 其實他每一天 拉雲來說 都有7,400人聽 相當之厲害 那 凡此種種 這些 這樣的 歌 其實絕對是受惠於近排 姜濤的所活動的聲勢 尤其今天 姜濤的自家發佈會 那我看到 我看到那個 相對是這樣的 是不是 一個明星 如果他開始做一個自家品牌 其實我們都等了很多年 其實說 如果不是去年那個 MIRROR墮瓶事件 我想這個自家品牌 一早已經滅了世 是不是 我們其實拉長了 其實前前後後 沒有了半年時間 但是當然 作為一個 香港的明星 這半年時間 可以是一個致命的時間 可以是大家都 不會再記得去 喂 真的 真的 你想一下以前 如果一個明星 他消失在這個螢幕前面 半年 我想你都不記得他 你現在說一下 電視機一些明星 離開了半年 你可能已經不記得了 但是姜濤 這個這樣的理論 就融不在姜濤身上 因為他就算消失了半年 他的支持度和點擊度 依然都是不斷上升 直到今時今日 我們很恩惠 等了這麼多年 是吧 終於出了一個自家品牌 我們日晚夜晚 究竟姜濤 什麼時候才可以出一個自家品牌呢 什麼時候才有這個 可以買到他的東西呢 不是整天為他人作衣場 去宣傳別人的時裝呀 去宣傳別人的品牌呀 這樣 到今天 今天終於 在這個銅鑼灣 有一個發佈會 時代廣場 高登仔 很慶幸 我去再唱 一起見證 唱生日歌 給姜濤聽 拍了很多美照 差不多早上時間 一起去排隊 入去時代廣場 聽我的頻道的觀眾 都知道 今天是多麼辛苦 今天是多麼辛苦 排隊排到 不得之旅 但是不要緊 這些事情 都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對於高登仔來說 對於我一個姜濤 我可以參與這個成事 我已經是覺得 無限的光榮和開心 我可以見證 我最喜歡的姜濤 他發佈自己自家品牌的這個品牌 我告訴你 我哭了出來 是不是 我一直聽他說 自家品牌的理念 我哭了出來 我很慶幸我在場 我很慶幸 我可以見證到這一刻 是不是 我真的很開心 所以 我一定要在這些品牌 只要他有這些心話 我就會作出這個支持 和分析 和鼓勵 所以今天這個報告 正正就是姜濤 自家品牌 和他有點擊率 一些correlations的關係 今天 2023年 4月27日 是一個開心的日子 今天的姜濤 數據排名成績 特別開心 但是開心之餘 還是要完結的了 今天要講的報告 就差不多了 明天同樣時間 我們都會繼續 姜濤的不同的報告 在完結之前 再次多謝大家 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但是現在還未夠 繼續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還有每一段片 超級感謝 當是資助高登仔 繼續努力 去存錢買一部notebook 去做多些片 去promote姜濤的成績 好 今天的時間就是這樣 明天同樣時間 再見 拜拜